朋友们好,今天给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个俄罗斯的将军 他叫瓦列里索罗德丘克 这个人长得非常的帅,他的年龄比我小一岁 他是1971年3月24日出生的 他从普通士兵一直当到班长,排长,连长, 一直往上升,升到了军长 中间他一级都没有拉过,他也当过很多年的参谋 他自己呢,当然在军队里头摸爬滚打,他有很多的实际工作经验 同时呢,他在理论方面也是相当厉害的 他上过好多俄罗斯的那种军校 有各种各样的军校吧 当然了,他的军事方面也有所论述 也是一个儒将,文武全才 是相当有个人魅力的一位将军 这个人如果不从军的话,如果从商的话 现在可能也是一个俄罗斯的寡头 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吧 是干什么都能行的 2020年的时候,他当了俄罗斯第36 混合军的军长 为什么叫混合军呢? 因为他这个军的功能 跟武器装备都是混合的 又有飞机,又有大炮 又有空降兵等等等等 这个具体的第36军呢,以后慢慢再给朋友们介绍 我重点是介绍这个人 他呢,就是在2022年2月24日 从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在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 他呢,就是俄罗斯驻东巴斯地区所有部队的总指挥 你看,他其实也打了几年仗 也见过血,见过死人 所以呢,这个人也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一个将军吧 当然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2022年2月24日 他呢,就是率领他的36军 从白俄罗斯灰师南下 进入了乌克兰,准备要把基辅拿下来 但是呢,基辅没有拿下来 这个仗呢,打成胶着状态了 让人家乌克兰人以空间换了时间 然后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整 这个时间呢,不仅仅是人家 在武器方面的收获 就是收到西方的什么标枪啊 或者是恩劳啊,就是那个毒刺啊 各种各样的单兵武器 也不是说收到西方的各种炮 还有就是天使嘛 那时候他进攻的时候,2月底的时候 地还是冻着的 拖到3月份的时候,地已经化了 已经到了翻江期了 就是他坦克离不开公路 只要离开公路就陷在那里头了 然后呢,乌克兰人又放水,又水淹他们 这样逼着他们就是 不得不退兵,因为他士兵没得吃 后勤上不来嘛 车也没得吃,油料也上不来 武器也没得吃,弹药也上不来 你再不退怎么办 人饿死,车饿死,武器饿死 让人家一个一个给报销了 或者包了饺子了,然后团灭了 那不太丢人了嘛 当然了,俄罗斯人没那么笨 俄罗斯的军人也没那么傻 所以呢,都自动的开小差的啊 或者是成建制的,跑啊,投降的都有啊 这样呢,就是 咱们这位瓦列里 索罗德丘克 就带着他的军队 退到了白沃洛斯境内 然后他们又找了个借口 说是,我们现在这个任务已经不是 给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了 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东巴斯给控制下来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 他们新的目标之下 他们就去了东巴斯 我们就看到了最近在北斗尼斯克啊 等等方向的一种激战嘛 有的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说俄罗斯人太厉害了 你看,人家只有乌克兰军人的一半 人家把他打得屁股尿流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俄罗斯人呢 在整个就是 北斗尼斯克周围啊 有八万多军人 而乌克兰人的这个 军力啊,还不到两万人 所以呢,乌克兰打成这样啊,已经是相当相当厉害了 瓦列里索罗德丘克 2021年的时候 他呢,就得到了中将的这个军衔 那就充分得以马蹄级啊 然后呢 得上之后 他就开始准备,2022年 2024日入侵乌克兰 准备要把基辅攻下来 然后失败 给踹回去了 踹回了白俄罗斯,然后又踹到乌冬去了 在乌冬啊,东巴斯地区 最近这个战事也是相当激烈 当然,俄罗斯地区媒体宣传的他们相当的乐观 说乌克兰人士气不行 不想打仗了,成建制得投降了 他们多厉害了 又站在那儿了 消灭敌人多少了 等等等等,有些人喜欢看这个 这个呢,我也在看 当然,我就哈哈一笑 呵呵一笑,就不管了 而适时情况呢,就是今天 2022年5月30日 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啊,就监听到了 几位俄罗斯军官 他们的对话,还有几个士兵的 他们之间的对话 给家里打电话的一些 因为孤政不利嘛,人家有很多很多的证据 把那个录音都放到YouTube上去了 然后士兵们就说 今天瓦列里 索罗德丘克 逼着几个士兵 继续往前冲,士兵说是 你答应我的,攻下这个村庄就让我回家的 你还逼我,你说话不算数 你太不像话了 瓦列里索罗德丘克 说是你再将我一枪奔了你 他真把手枪给拿出来了 结果那个士兵也是急眼了 拎出一颗手榴的,拔掉这个拉环 就扔过去了 当然啦,人家军长嘛,跟前肯定有很多的警卫员 保镖之类的 那保镖呢,就是赶紧把他给 保护起来了,就是扑在他身上 把他扑倒,然后有一两个保镖 可能给炸烧了 别的保镖呢,就带着这个 军长,就跑掉了 当然这个 扔手榴弹的士兵可能后来 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当然他的这个勇敢竟然 确实值得佩服 他敢于反抗嘛 就是有点可惜吧 他没有直接扔到 索罗德秋克将军的脚下 要不然炸死了 今天我们的新闻 又有一个新的给大家报道的 又会吸很多很多的流量 有些人可能心里又不舒服了 你又吸流量,当然了 做媒体谁不喜欢吸流量啊 我每天说这些就是为了吸流量 吸流量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高兴 有的人说是为了挣钱 我可真不是为了挣钱 我呢,真就是为了自己痛快,高兴,爽 哈哈哈哈 好,今天就先聊这儿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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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